总统大选到现在正是越来越精彩了 原本赖销都说了 躺着选就好 现在侯康佩一组合之后呢 最新的民调显示 跟赖销目前的差距 是一个多百分点而已 所以民进党现在也紧张了 在国会部分呢 他们要告诉大家 要力拼过半 所以设了一个叫做王毅川防线 王毅川呢 他们名列不分区立委的第14席 那么民进党预估了 在不分区当中呢 他们应该可以守到14席 所以呢 对王毅川很重要 因为不分区再加上分区的话呢 他们认为民进党在国会 还是可以过半的 所以主席赖清德怎么讲 酸韩国瑜要当立法院长 因为韩国瑜是国民党不分区排名第一嘛 人家是讲排名第一呢 应该就是要扔立法院长的位置 所以赖清德酸韩国瑜还差一个坎 所以跟外戚喊话 就是要来抢救王毅川 这样子民进党的国会才可以过半 好那当时呢 好听话讲完之后呢 韩国瑜的金句也连发了啦 告诉大家 四年呢只能够投一次票 政治骗子比爱情骗子 还要来得更可怕 他叫乡亲们呢 一定要擦亮眼睛 让民进党下台 还说呢 三十多年前 他对民进党是非常的尊敬 因为那些人当时 这事真的是有理念的 但现在的民进党呢 是贪腐爱钱的 那请问陈定党的精神 到底在哪里呢 好那面对赖清德的喊话 说呢赶快守住王毅川这件事情 恭喜韩国瑜 韩国瑜今天也是金句连发 这两天 我们赖清德副总统啊 连打了我两拳 连续两天修理我 说要阻挡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这个委员这么差 这个委员这么懒 这么不认真 但是 武林高手在擂台上 我愿意让赖清德副总统啊 三拳 他可以再打我一次 没关系 我不还手 各位亲爱同学乡亲 为什么借万美林这个场合 来解释一个民意代表 心路历程 这非常重要 也谢谢赖清德总统 在我2020年选总统的时候 我跟蔡英文总统在竞选 赖清德总统从来没有对我 口出恶言 我谢谢他这份情 他打了我两拳 我不还手 在我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嘴巴 骂过我的对手 陈其迈一句话 很多人说他 爸爸贪污 你骂他爸爸 不可以 人没有办法选择 自己的爸爸妈妈 在我2020年选总统 我从来没有嘴巴 骂过蔡英文 我只有说 民进党贪污腐败 太严重了 所以各位乡亲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身为政治人物 我们了解我们的选票 一票一票 由人民投给我们 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 来为选民服务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 最重要最重要的情操 也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 自我要求 我重新再回政坛 我跟桃园相亲 也跟万美林委员 这个场子 我保证44岁 当我心中 离开人民的时候 我离开立法院 这次我再回到立法院 我的心中 一定充满着台湾人民 我一定负我该负的责任 然后我要再次 呼吁赖清德副总统 你再打我一次 第四次我就要还手了 好不好 好 民进党市议员王世坚 这一回参选 去士林大同区的立委 那么昨天呢 他在市议会的总直询的时候 送了市长蒋万安一个 倒数计时器 替蒋万安剩下的 三年998天的市长 任期倒数 而王世坚呢 还说 昨天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 在对他总直询了 没想到 蒋万安的下一秒回应说 不一定 哇 瞬间很尴尬 那王世坚事后表示了 他说自己有福龙王的称号 被他骂过人都上去了 蒋万安可能觉得以后少了他呢 一回不精彩 所以才舍不得他 因为过去我有一个称号 叫做福龙王嘛 说就是被我强烈执行 批评过的首长们 他们都机运很好 后来都高升了 比方说 在同样议场内 过去 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 他就是被我一路 骂到当总统 那后来我骂不到他了 他就一直退步 同样议场当中 当时的柯文哲市长 他也是被我一路骂到 连任 那韩国瑜也是在这一场当中 被我一路骂到 当上高雄市长 后来柯文哲跟韩国瑜 我都骂不到了 那他们也就一直退步 所以我在想 蒋旺安市长是可能基于这一点 他怕说没有福龙王的责难之下 那可能他会将和日下 也说不定 那所以他当然 而且也是基于说 大家毕竟相处这一年多 在府会之间的寻达 那也是有基本的这个缘分 跟情分 所以他当然也或多或少 一定要对我表达未留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首席韩国瑜一号 到新北市的中永和区 帮立委参选人林德福 张志伦辅选 韩国瑜再抛金句 他说政治骗子 比爱情骗子还可怕 而民进党就是一群政治骗子 45天之后要投票 未来的台湾 我们非常担心 海峡两岸 真的是兵凶战危 我们看到了俄乌战争 看到了尾巴战争 我们很害怕 全世界所有的战略家 学者专家都认为 海峡两岸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希望选出一个立法人 在中央 代表我们永和乡亲 大声喊出来 我们要和平 不要战争 台湾人给了民进党 200年到2020年 24年执政了16年 我们看到这么多贪污腐败 很多民进党支持者 痛心疾首 大家感觉很痛苦 我们希望 2024年的总统跟立法委员 带给我们台湾清廉政治 我们告别贪污的政治好不好 亲爱的庄和乡亲 我们非常渺小 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们四年只能投这一票啊 投完了 投错了 真的 政治骗子啊 比爱情的骗子还可怕 爱情骗 爱情失败了 喝一顿酒 大哭一下 一两个礼拜走出这个阴影 重新找一个好伴侣就好了 政治骗子你投错了 四年才能啊 我们看看这民进党 这八年到底在干什么 这是一群政治骗子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 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一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愿意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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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